比起成亲 我更加享受现在这种约会的感觉 无论是下馆子 或者是看风景 瞎逛还是闲聊 都是充满那种浪漫的气息 这是我出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我也给你买过花 人家拜山还买花呢 我还给你买过新房子呢 买房子就等于浪漫 什么脑筋 我肯定 我们也有过一些浪漫时刻 也许有吧 但是肯定是不同步的 那就是说 你已经找到你梦寐以求的爱情了 原来你也知道什么是爱情啊 我怎么不知道 三年了 我对你和笛生付出的还不够吗 那是责任好不好 责任就是爱 你看 我跟你对爱情的理解 原来有这么大的落差 当然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对笛生负过责任 在你眼里 爱就是要所有人都顺着你 仰慕你 听你使唤 那既然我是这样的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我是想 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谢谢你 我无限感激 但是我不需要 这是你说的 别后悔 我认识你已经够后悔的了 还有让我够后悔的事情吗 那好 就这么定了 你以后爱跟谁约会 还是在家 你走你的 以后我们哥不相干 你也是 记得收好我给你的七放书 别老来失忆 又把我当成你老婆 放心 就算失忆 我也不会再想起你 因为 你根本不值得我记挂 再见 你别再让我看到你 被烂摊的没法弄了 李少 爹对不起你 淡淡 刚才是不是爱丁宝宝 还有谁说话这么冲 他来找你干嘛 气我呗 闺女 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我也不知道 我每一次看到他就 忍不住跟他抬杠 你平时聪明冷静 难道就没想过 爱丁宝是来向你求和的 求和 作为男人 千里迢迢地跑来 千方百计地破坏你 跟别的男人好 这说明 他真的很重视你 那他重视我 为什么不直接说呢 那是男人的尊严 有些男人 把尊严 看他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娘 我跟你说 他来找的不是我 是他孩子的娘 他到底 对你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情 也许连他自己 都搞不清楚 同样 你可能 也不知道自己 其实已经爱上他了 我爱上他 不然 你又怎么 每次面对他 都失去理性呢 丹丹 刚才我们去的庙会 真不错 这么精彩 没想到 这么小小的白马镇 会有这么精彩的庙会 庙会有这么意义重大吗 当然意义重大 正所谓国之大事 再次与龙 就是说 这祭祀跟战争是一样的 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 是国家大事呢 你看啊 像这么盛大的庙会 只有在都城才能够举行 可是现在在全国上下 那么多地方 都在举办这种活动 证明什么 证明老百姓都非常在乎 国家的安危 而且从另外一个侧面 也体现出 我们皇上的英明领导 可以看到天下太平 老百姓都是 过着安定繁荣的生活 是吗 当然 但但你看 这里所有的货品 那么丰富 百货齐取 可以证明什么 老百姓的生活 越来越富裕了 白马镇 一向都比较富裕 当然了 在我们皇上 英明的领导下 全国各地啊 肯定会越来越富裕兴旺的 师哥 你也信佛吗 我原来不信 但是跟皇上时间长了 经常听他谈诗论道 也长了很多见识 识人要见观音面 心心便是葡萄山 那有个算命 你想拜菩萨 不一定要去葡萄山 你想算命吗 不是给我算 是给你算 客官慢走 不是爱封尘 算命齐天 自备前缘物灵 去也终须去 住也如何住 等等你看 这算命人 算的是说 你的姻缘被前缘给耽误了 很准啊 但是这首诗 说的好像是个 寂寞 那只是以前的女人 咱们现在的女人 和以前的女人不一样了 我们有了现在的理因法 这就说明 女人一生 不一定非得跟一个男人 女人离了婚 可以像男人一样的再娶 再嫁 自有很多呢 去也终须去 住也如何住 奶奶 不用愁 你的去向 我已经想好了 我的去向 对啊 你跟我去都城 都城 我们明天就走 这么快 因为这次来 是专门为你而来的 皇上还在等我回去呢 可 可是 不要可是了 过去那些事 就让它过去吧 奶奶 让我来规划你的未来 和美好的明天吧 怎么样 相信我 交给我 都拿来了 好 怎么会走得这么急啊 他说皇上等着他回去 不想耽误 他向你求亲了吗 求亲倒没有 只是 他说 已经帮我想好了去向 还叫我相信他 让他来规划 我更美好的明天 这也算是一种承诺 不过 不过什么 我总觉得他眼里 旧国家大师 开口闭口 都是皇上 要不然 就是天下大事 国家如何如何 老百姓如何如何的 这跟我想象的 不大一样 旦旦 世上没有百分之百 完美的男人 任何一段感情 都是需要磨合的 关键是啊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我也不大清楚 跟他在一起 就有一种 梦想成真的快乐 心情特别平静 而且他也是那种 有话说话的人 不用怕他会撒谎 不像那个爱丁宝 整天鬼鬼祟祟的 动不着他哪句真 哪句假 整天弄得人体心吊胆 不知如何是好 总之 我几天没有看到他 我心里面反而踏实了 既然这样 就别想来想去的 安静跟孟威龙去都城 可是 跟他去 至少看看你们合不合适 要是觉得不好 就马上回来 娘的大门 永远为你开着 那学堂呢 给那帮学员当导师 还是挺开心的 我舍不得 学堂的工作 不见得能带给你幸福 女人最终还得找到好归宿 你说是不是 那好吧 你帮我派人去小堂那边 交代一下 会的 安心去吧 单单 到了那边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娘 你放心吧 伯母好 孟大人好 伯母 这次我们旅途匆匆 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实在过也不去 孟大人公志繁重 民父理解 只是小女 初次潜赴都城重地 还望大人处处关照 伯母请放心 令爱出类拔萃 巾帼不让须眉 我还望她多关照呢 单单 这马是你的 刚买了没多久 你也知道它 我当然知道 汉血宝马 相传汉武帝特别喜欢宝马梁军 曾经用千足黄金打造了一匹金马 去大王国换取梁军 怎知被军 于是容颜大怒 派大将李广丽 揣千军万马远征 把大王王杀了之后 双方写定 汉军带回三千匹梁军 于是 汉武帝大怨 便赐名 汉血宝马 此马的特点就是在急速奔跑的时候 他的肩膀会慢慢隆起 并流出 像鲜血一样的汗水 故此而得名 好 他跟我走过很远的路 确实名不虚传 师哥 既然你那么喜欢他 要不你来骑他 我来骑你的吗 真的 骏马配英雄 不是更好吗 谢谢丹丹 谢我什么 当然要谢你了 谢谢你让我得到生命当中 缺失的那一部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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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